五千年中国古代历史中 三国时代恐怕是现代人最为熟悉的历史时期之一 无论是足智多谋 妙算如神的诸葛亮 还是阴险狡诈 诡计多端的司马懿 无论是力敌万夫 忠义千秋的关云长 还是骁勇飘悍 反复无常的吕布 都至今仍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人物 三国历史之所以为大众熟知 离不开一部三国演义的功劳 正是借助三国演义 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传播度 才使得三国历史家喻户晓富如皆知 凡有井水处 皆能说三国 哪怕是田夫也老提起三国人物也毫不陌生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题材小说 在人物塑造 情节设计等艺术层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层次 堪称古典小说中的扛顶之作 虽然三国演义是脱胎于正式三国制 但罗冠中为了追求艺术效果 在真实性与艺术性之间 往往更倾向于后者 其中的一些角色与真实历史相比 出现了令人瞠目的差距 三国时曹魏重臣华兴 就是其中最负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华兴 山东高唐人 生于公元157年 足于232年 一生历任曹魏世忠 玉石大夫 尚书令 相国 司徒 太尉 风绝安乐相侯 是曹魏初期重要历史人物 在三国演义中 华兴俨然成为曹操和曹丕手下的忠实英权 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 屈言赴世 助纣为虐 无所不用其极 叛陷地沦为曹操傀債之后 佛皇后对曹操的专权跋扈非常痛恨 于是传书父亲赴完 想让他组织人马 串联反曹一世 李应外和拿下曹操 但不幸事情败露 华兴在曹操受益下 立即穷凶极恶带兵闯宫 当着汉县帝的面抓走父皇后 幽静而死 还把父皇后所生的两个孩子 全部用镇酒害死 曹操死后 曹丕向篡位登基 但又惧怕舆论压力 又是这个华兴跳了出来 恬不知耻的串联群臣 为曹丕写券竞表 还亲自入宫对汉县帝威胁利诱 软硬兼施 逼迫汉县帝禅位给曹丕 一副活脱脱的奸贼嘴脸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 这些对华兴的描述 几乎都是来自于不靠谱的野史 记载三国历史的权威著作三国志 对华兴的一生进行了完整详实的记录 逼杀福皇后 逼迫汉县帝善让的恶计 根本没有出现在记载中 最早提及华兴逼杀福皇后的 出自一部杂史传记曹丸传 其成书年代和作者都不详 内容多有夸张不识之处 以至于很多学者认为 这是一部小说 比如书中说曹操持法俊客 诸将有计划胜出几者 随以法诸之 说曹操是个小肚鸡肠的昏暴之主 布下谁的计策比他高明 都会被他处死 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一派胡言 谁都知道曹操虚怀纳贱 从善如流 而且非常尊重人才 善于驾驭利用人才 一生从未因嫉妒某人贤明而杀之 曹蓝转荒腔走板 不靠谱到这种地步 对华兴的描述可信度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正式三国之中 对华兴的评价却非常正面 华兴不学多彩 为人端方正直 是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好官 华兴一生担任曹卫重臣数十年 始终自奉甚俭 严格要求自己 三国之记载他心肃清平 入赐以镇时亲戚雇人 家无单时之处 公卿长病刺眉入牲口 为心出而嫁至 华兴身居高位却家境清平 俸入全部用来帮助贫困的族人和朋友 家里存粮常常不到石斗 朝廷把罪人的妻妾女儿赏赐给他为奴 他都为这些可怜的女子找到婆嫁把她们嫁出去 让她们恢复平民身份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良善之人 会遭到三国演义如此抹黑丑化 参考资料 三国之曹蛮传